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淡马sir 博伟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讲讲 就是对华英派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 就被人逼他做件事,是什么事? 就是,喂,麻烦你了 我们的员工的签证被研五,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批 德企很害怕 有点像是印度 因为德企都需要很多大陆籍的员工去做工 原来他们就说 为什么我们的员工的签证还没批到? 研五这么久 而且不是一家报价 是三百多家德国企业很急 就说在中国的成功对公司的整体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那关于那些负德的员工什么事? 因为他是员工要交流 那些德企在中国要立足 那他们也要派一些员工 去他们德国总公司工作和拿经验 然后再回来中国做工 但是你也要批签证的 难道拿个旅游签证? 你又说他 老师又说他被人违反签证逗留条例 是吧? 大黑风 原来德国商会 在华的会长写了一封信给贝尔伯克 原来三百多家德国企业 包括大企业 乱处信 在华经营的德国公司抱怨 就说他们中国职员工付得签证申请 遭到严重的言误 呼吁贝尔伯克 因为他是外长 呼吁你快点发放签证审批 或者审批速度快一点 这样才能推动到德国母公司 和在华子公司之间交流 因为我们需要送一些员工去德国培训 有些直接去做工 如果你在中国职公司做得好 不如去德国帮忙 是这样的很正常 原来这些公司就很担心 政府在及时帮他们的德企 中国员工发放签证方面 很慢 是不是有心言误呢? 为什么这么大困难? 联名信也说申请时间超长 流程比以往更复杂 上海大都市圈的问题是特别明显的 那里是三分之二的在华德企 我上海的分公司 我想派员工去德国实习 学习或者甚至工作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签证 德国这些公司说 目前签证审批速度 是多过三个月的 他们呼吁德国政府 要重新引入 遭到废除的签证申请简化流程 加快 在签证发放速度 很搞笑 全球都是简化流程 他们是废除了 用了一个墙 为什么你可以倒车? 我回答你 是不是国家安全? 可能是 是否又想玩这些东西? 虽然他没有回答 但是你又好像对了老板 好像可以倒车 又怕渗透 怕什么怕什么 所以要很小心 你又好像对了 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觉得这样当然不合理 今天信件也提到 现在 签证预约信息发布 的时间不确定 而且 需要在几个小时内 完成登记 而且 网站经常是登记 也挺符合他们的 这个不仅是国家安全事件 这个纯粹是流 流 没错 时不时都会是 什么? 时不时就会报告错误的了 这三百多间公司也都强调 在中国的成功对德国的公司整体成功很重要的 这个不单止有助于企业取得商业领域的成功 也都有助于退动创産 这批德国公司也都强调为了应对中国本土的竞争 竞争的对手 所以 德企的产品和商业保释需要快速地 适应中国市场 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加速签证处理速度 加强德国母公司 和在华子公司之间交流的原因 因为我们需要送一些中国员工去学一些东西 之后 我们也需要他本土的经验一起结合 这样才有更加高的竞争能力 非常好 这个说法是对的 有本土的经验也需要德国 在公司的一些 工作经验的东西要培训 作为 德国海外商会联盟 大中华地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实 德国商会 很厉害 在中国 就有2100个 企业会员 德国联邦政府 8月初的统计也都说 最记得当时这个德国之声 他很不开心 为什么你们不放弃中国市场 为什么还不愿放手 我想问问为什么要放手 很危险的 又来了 你们不可以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当然了 今年上半年 美国已经超过了中国 成为德国第一大物伙伴 但德国从中国进口额仍然 大幅领先从美国的进口额 分析人士就认为 德国对华出口下滑 是受到中国制造的能力提升的影响 就是中国的竞争能力强了很多 亦和越来越多德企选择在中国当地生产有关 那就是对 那就是对 那当然 这些人士也都觉得 这样好 其实跟特色一样 当地产当地销售 销售的销售 德国商业银行经济学家 Wincent Statmer 他就说中国已经在 攀爬价值链的梯 并且自己越来越多 生产更复杂的产品 而这项产品 过去都是从德国进口的 德国公司越来越多在地生产东西 在地生产在地卖 都是为了节省成本 你知道德国的薪金多贵 而不是 产品从德国出口到中国 近两年 有部分德国官员 就是说什么 对华去风险化 就是我们途中这位 贝尔伯克 不行的 一定要去风险化的 很危险的 不对华去风险化 其实 我们经常说什么去风险化 越去就越多风险 对华去风险化 现在搞到是去工业化 近两年 这些官员就鼓吹 减少对华的经济依赖 去年7月 德国政府 也公布了一份 所谓的中国战略 就为了敦促 对华去风险化 和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但是 德国企业 并不认同 是德国政府的 中国战略 用脚去投票 大马sir 有些人说 有严实力的 为什么不听 德国之声说要走 你觉得 你高高在上 只知道怎样走不通 人家要民生 现在 企业要人力 是吗 这个通胀之下 压力非常之厉害 你说这些飘飘亮亮的说话 对他们已经无用了 是无用的 是无用的 今天这份战略公布 没多久之后 德国商会 联邦经济发展 及对外贸易协会 去年7月也公布 明确表示 不欢迎这个战略 都是用脚去投票 其实加大了在华投资 认为 这个所谓的中国战略 影响中德贸易关系 不符合 在华得企的利益 另外 德国智库 德国经济研究所 经常帮德国政府写报告 虽然德国政府经常鼓吹对华去风险化 但是德国经济仍然高度依赖中国 并且明显的结构性去风险的趋势 没见到 这个也很正常 当然了 我们经常说 他现在被称为欧洲病夫 是没办法的 因为能源非常贵 当然 回落了不少 但是 和之前使用俄气都差得很远 最震惊的就是被称为铁饭碗 如果你在福士大陆的大众集团做工 以前被认为铁饭碗 但是福士汽车也宣布 现在考虑关闭在德国一间工 一间工厂和零部件厂 为了达到削减成本的目标 好像你说的国家安全证据是什么 有潜在风险 那就是潜在 当然看法 大众 福士 一份 被忘录也提到 大众汽车 旗下的品牌 必须进行全面的重组 这种重组不仅是涉及 公司内部的品牌结构调整 包括关闭工厂的可能性 尤其是考虑到德国作为製造基地的竞争力 现在下降不少 这个消息震惊了德国和全欧洲 因为作为一个欧洲的超级品牌 大众汽车 福士汽车 87年历史 从来 没有关过一间德国工厂 如果这个决定 最终尘埃落定 不单止将 集团的历史首次关闭德国工厂 是成为了一个纪录 也意味着 将会打破在2029年之前 不裁员的承诺 当然他也说 裁员业务重组 经常用这句 当前 以大众汽车为代表的德国汽车 风险很大 当然 关起对门 不用担心 我帮你关起对门 收中国重税 你们会好日子过 点意道令慕容 是的 你在欧洲本土可能 你就得到一定的保护 但是 你的市场 不是只有欧洲 对 对 德国 经济前景 都会令人堪忧 这个也很严重 最新的财报也显示 严重了 其实大众 2024年第2季到的盈利 营业利润 只有54.6亿欧 同比减少2.4% 全球销售量 224.4万 同比下落3.8% 大众 根本 原因是什么 就是电动车领域落后 但是 如果你是关起对门 甚至 退出中国市场 我当你退出 更大 更大 第一你没有了份额 第二 你没有了竞争的 没有了竞争的警觉性 全球 可能有一天你会知道 为什么这些车载 卖不出 卖不出 可能 他们已经在买中国车 好 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